水警昨晚在元朗进行反首施行动 期间有客货车高速冲向警员 警员一度铅窗戒备 事件中并没有人受伤 暂时没有人被捕 事发在楼梆山近下百泥 昨晚大9点 警方发现一部没有人看管的客货车 在车上检获18个交龙 再有28只猫和23只狗 压叉和达1000粒铁珠 期间有客货车高速冲向警员 警员一度铅窗戒备 检获的猫狗已经交由相关部门照顾 警方列为残酷对待动物 襲警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案处理 本港和新加坡的警方和证监会 采取联合行动 拉了10个人涉嫌唱歌散播跨警造市 消息指被捕人士包括龙王创办人刺歌黄永慈 警方说 不法集团年初串谋三间本港上市公司高层 利用社交平台吹嘘股价将会上升 由此投资者高价买入 之后不法集团在高价抛售股票 股价应声下跌 导致投资者损失 不法集团再将获取的利益转去空壳公司 用香港以外的银行户口石刻钱而被开追查 行动中本港执法人员一共搜查47个厨所 拉了9个人 其中6个人是上市公司高层 检获现金170万和冻结银行4800万元资产 新加坡也拉了一个女人 同冻结她银行2500万港元资产 湾济有住宅单位发生火警 现场是春元街6号永兴楼 起火单位玻璃窗破裂 外场昏黑 警方下午大约2点钟接报 说一个单位无烟 消防出动一队衣武队 并隔起云梯灌构 一共56人致行疏散 无人受伤 起火原因还要调查 本港与新加坡警方 与证监会采取联合行动 拘捕10人涉嫌唱歌散货跨警造市 消息指 被捕人士包括龙皇创办人志哥黄泳池 消息指 不法集团年初串谋三间本港上市公司高层 利用社交平台吹嘘股价将会上升 有使投资者高价买入 之后不法集团在高价抛售股票 股价应声下跌 导致投资者损失 不法集团再将获取的利益转去空殼公司 用香港以外的银行户口 4,800万的资产 新加坡也拉了一个女人 和冻结他银行2,500万港元资产 三间的上市公司 在证券市场上 成交量一向属于招揽一些快捋投资者 作出大量不尋常的买卖 即以营造有关股票的成交量上升及推高股价 之后就会用不同的社交平台及群组 包括Telegram、Facebook、WeChat等等 他们会呃称是一些可以收到股票内幕消息的投资人士 最初期间 是会有些机会令到无辜的市民有些轻微的得益 但他的目的其实都是为博取信任 这三只股票 其实在短期内已经被这个犯罪集团推高的股价 推到两至六倍不等 而犯罪集团和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阶层人员的大手沽货后 就获得分别港币一百多万至超过七千万不等的利润 总利润超过港币一亿七千六百万 9至11月失业率4.1%是连续9个月回落 就业不足率就跌到1.8% 建造业、零售、住宿及善食服务业失业率都有相对明显跌幅 政府说在消费券刺激消费意欲之下 住宿服务业和餐饮服务活动业失业率分别跌1%和0.8% 去到4.8%和6.9% 建造业也跌0.8%去到5.6% 至于就业不足率 下跌主要在餐饮服务活动业、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在本地疫情维持受控下 本地经济和劳工市场应该会继续改善 我们就用11月来截数 很不幸医生的流失率 如果我们计算到11月截数 已经是由4.9%大幅升到6.2% 而护士的流失率 也都是由上次6.7%升到7.7% 所以这个情况是很令人忧虑的 在这三个月内的流失率 以医生来说其实是超过了25% 这个我们觉得是非常之忧虑的一件事 为此我们就加快了 我们对这个挽留人才的措施的研究 这个挽留人才措施 其实我们在两年前 当我们成立这个专责可持续发展小组的时候 已经是摆了上议程 我们今天大会通过了一共有三样东西 刚才各位如果有参加董事会 都已经听过我们讲过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个首期低息贷款给同事 有兴趣置业的同事 第二样东西 就是我们会成立一个医管局的专科学院 而第三样我们会优化医务人员的升级阶梯 江苏、香港和澳门合共33间高等院校组成合作联盟 加强创新科研等合作培育人才 江苏省近年致力发展人工智能、 生能源技术产业等 和本港的院校一直有合作 包括南京大学等21间江苏省院校 和港澳两地共12间高等院校 组成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 目标在三地政府支持下 提升科研合作 加强优势互保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合作联盟的倡议由他前年到访江苏省市提出 希望为本港学生到内地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联盟为苏港澳高等教育交流合作 开创全新的局面 打造科研全链条创新 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 在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 进一步整合和发挥各方的优势 他说政府会一如既往鼓励高等教育界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下用好国家的支持 无线电视记者陈长康报道 本港的失业率连续9个月下跌 有学者估计情况会继续改善 经济持续有改善也多了人就业 最新公布的9至11月失业率是4.1% 比上次公布跌0.2个百分点 大约15万8千人失业 减少大约13800人 就业不足率1.8% 亦都下跌0.1个百分点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有下跌 其中建造业跌0.8个百分点 和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的 亦都有0.6个百分点跌幅 政府说消费券计划 对消费意欲和开支起了刺激作用 运较仓库、邮政及速带服务、资讯及通讯就未有变化 失业率维持4.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说本地疫情维持受控 本地经济和劳工市场情况应该会继续改善 社会需要继续努力实现更加广泛疫苗接种 和遵从防疫措施为全面经济复苏打穩基础 有学者认为失业率仍然有下跌空间 他又说变种病毒Omicron全球的个案越来越多 或者会成为一个未知风险 无线电视机者利用昆布 香港健康码接受申请大概一个星期 截至中午有52万多人住了厕 当中23万多人已经启动了账户 据了解港肤正是为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去筹备演练 会在口运那里设关外贵委协助市民 要免检疫过关到内地 需要经几个步骤 包括先拿到通关配额 和香港健康码的陆码 陆码当日有效 过关之前 还要先在港康码官方网站 申请转为越康码的通关凭证 入到内地再透过微信 申请转为另一个用来出入场所的越康码 也都只安排加强口岸WiFi服务 但是要在过境车道加强 就有一定技术难度 不过单是第一步 拿到港康码 有市民可能都已经觉得不容易 因为要先在更新版的安心出行程式 上传出行记录到港康码的系统 但上传的按键 又要先在程式设定当中 开启相关功能才看到 其实一点都不难 不过是不知道程序 因为没有那么多宣传 我不太懂得怎么做 对手机不是很熟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麻烦 特别是给上两年多的人 上传成功 还要再离开安心出行程式 到港康码的网站申请转码 为什么不宁持一个港康码 专用的应用程式 现在市面上 就算只是追踪疫情 其他东西都很多APP 包括了有安心出行 又有医健通 又有脂肪便 如果再弄多个APP 做健康码 我相信都会挺混乱的 接种疫苗 或者是针卡 检测 甚至乎申请健康码 这些本身都是需要实名制 其实脂肪便就可以做得到 其实都可以考量脂肪便 消息指政府最快 在下星期派出外展队 在港铁站等等地点附近设置街站 协助有需要的市民 申请香港健康码 无线电视记者 线字报导